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報》逢星期一至五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好 回來第二節的《啤梨晚報》 老實說 林鄭前特首辦公室 我剛才沒有提及到 她當時裝修也是一至二千萬 很未到的 裝修而已 通訊局批准無線 就是TVB 更改了節目頻道編排的申請 82頻道推出TVB Plus 取代原本的J2 和85頻道的 《無線財經》《啟肉資訊台》 85頻道 本身這條頻道 推出了《鳳凰衛視》《香港台》 老實說 我首先認為這些信息對我是毫無干係的 對香港的普羅大眾都不是很大干係 因為我不覺得很多人看TVB 本身有兩條頻道當然是拿牌的 規管你是有多少條收費或者免費頻道 他就將本來有的兩條頻道 就是這個J2和85頻道 就是財經體育資訊台 就加一條 就將那條本來兩條頻道 加一條 將那條頻道給了《鳳凰衛視》《香港台》 我想問一下阿靖 《鳳凰衛視》《香港台》本身有無在播放? 香港好像也有的 好像也有的 好像有時按一下 是的 會按到的 是的 OK 即是現在放在TVB那裡 就照計好像會多些人看到 你有沒有傅曉田 有就好 我看看 撇開所有東西 你不要說我又不看的 但是我記憶之中 我據記憶之中 他鳳凰衛視 有時有些 他不是劇集的 他有些紀錄片 有些山川海流 即那些片 或者是介紹一些文化的東西 做得好 我們TVB 因為他們一向都是這樣買的 那些片回來的 好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覺得 要有一個免費排斥的頻道 入屋比較清楚些 清晰些的 給這些電視台 其實他應該有的 他本身應該有得看的 才亂這樣有的 但是我覺得始終是那樣東西 那你是看不看的 你擺到你擺到 CCTV都有的 我家裡都收到CCTV幾個台 你會不會看 我不會看 我有時候都會看的 因為我都有CCTV台 真的是我們屋院的CCTV台 影響著大門口 影響著你的屋院 不知做甚麼 好了 下星期二 不是下星期二 是下星期一 是22日 下星期一 是22日 唉 走早日 真的走了塑膠 大家樂公布 旗下全線品牌380間分店 今天開始轉用非塑膠的外賣餐具 而且要收費 就是一元 每一份 當然你可以帶自己餐具去 另外 在八間分店實行自攜杯的計劃 我不講 都是那些機鐵站 八間分店 食客 也可以加錢換購卡通人物 的重用餐具套裝 希望大家 鼓勵大家自攜餐具 老實講 都是 大家要接受 大部份人都覺得 這樣很浪費 我不是 我先說 我不管你 關人家事 到時沒得派 我就用這些 我就不會帶東西 這麼麻煩 我那些工具 不知道會不會被人家 以為我是做事 但是 大家都覺得 一般來說 都覺得 省得就省 沒辦法 大家下的首席執行官 梁可亭 梁小姐 就說 塑膠餐具 他們都沒有多少 上個星期 其實已經向顧客 派發非塑膠外賣餐具 當然 我們會看客人的feedback 來改良質素 又說 非塑膠外賣餐具 成本就會高些 所以 今次收費收1元 不是趁機加價 亦都沒有全數 轉價給消費者 亦都呼籲客人自備餐具 我首先想說 非塑膠的餐具 現在貴 它遲些 我相信都會便宜 第二 它不是塑膠 其實一樣是製造垃圾 不過叫做分解島 是製造垃圾 大家樂 加上節契本計劃 我不會說 我就想看下 他們加錢 換些什麼 環保餐具 我真的非常不滿 我們先看一張照片 首先 在大家樂 加35元是抵的 可以換這一套環保餐具 就是Hello Kitty 有筷子 有個盒 有個匙巾 有個叉 我說 我屌你老母 我真的不抵 真的不抵 是否起碼會出一份叮噹 我們馬路 我還做Hello Kitty 你怎麼說Hello Kitty 它沒有嘴 怎麼吃東西 那些就得淡笑 我說 為什麼是Hello Kitty 你出紅大 我就馬上和你換 屌你 我馬路 雖然我家裡也有十幾隻Hello Kitty 屌你老母 那些東西 不貴的 但是 老實說 你真的要用濕紙巾擦乾淨它 或者是廁所洗乾淨 才擦到燈裡 擦乾淨 我就一定是計算一元一軸 我們要環保的 收屌女20元 外賣餐具 好 屌女老母 如果不是 你還有一個加強版 除了剛才那幾個 有了 飲熱的 飲熱的 那個杯 那個水壺應該是來裝凍東西 如果你喝凍奶茶的話 還有那個袋 但是這個貴一點 這個 128元 那你減35元 這個八十幾元 那一隻杯 那一隻杯有了 20元都值幾 六十幾元 差不多 我需要小熊衛尼和比卡超 不是 真 小熊衛尼和比卡超 好的 我又不明白 自己只有一多啲提 大家又不想怎麼辦 好了 另外小熊書 有人上載DSE的試題事件 那應該是 其實有自稱中學教師的用戶上載英文 聖靈的試答題簿 根據有些之前曾經在教育處或者考評處做過 包括現在的專業叫做教育刺針的楊榮宇 就是之前考評局做經理的 就說考生就不可能將試題帶來試卷 我不知道現在以前我們就不可能了 現在再出去嘛 竟然13號考完14號就可以上升 一定是監考者 根據教育刺針專業的CAP圖顯示 那個小紅書是一個叫Miss Lucy瑞星教育 自稱中學生來講背景 熟知兩地差異 你這樣上升上去 你有多能熟知香港 樹人本科 廣大碩士 現職中文教師 可提供香港教育詳詳和接線箱補課 新來港插包心拔簽補底等等 這個用戶 在這件事一步 已經立即將所有套刺釋 即是這個人真是戒指 他有次無空就不用刺釋 知道需要 立即刺釋 他想和人家說 我認識裡面的人 我拿到一些試題 問我補習吧 一個目的就是利用這些文件吸引學生暴讀 快嘛 拿到嘛 老實說 我真的想說屌你老母 你未考之前 你上載上來 我就說你很厲害 你考了之後 上載上來 我都不明白有多厲害 而且一樣是糟糕 小熊書 沒事吧 你說話沒事 問題是你一切就不是在香港 原來你是吹水的 只是在大陸 如果你真的在香港 什麼新來港背景 你一樣可以追得啦 做得監考 是吧 好了 另外 板掌壽司 創辦人鄭威圖 病世 中年57歲 我亦都見到 當然我不認識他 他亦都裡面有很多負評 好像做過電視一樣 有時上大台 好了 五十七歲而已 在日本醫治疑狀 對 無論如何 我都覺得 李衛人 我不知道他之前跟他的拍檔 還沒簽 還沒簽 還沒簽之餘 幾件事的 因為他就自己拿了一個版錢 那個Logo回來 就找拍檔開 然後不知道是不是有意見 就開到一個版獎 但版獎就沒有拍檔的 那些拍檔就覺得 喂 你是不是 喂 你這樣自己打糕 喂 我這個當生意 用板掌來撰到板錢 那打到終審都輸了 那你為何會打到終審呢 因為在鄭威圖 他的想法 我不認識他 他一定是想 我拿了一個版錢回來 我漏你們做生意 OK 做了 叫做一份 然後我開一間公司 叫做版獎 為何不行 這個是很正常的 不關是不是大陸 甚麼的 那如果就這樣聽 都好像 喂 他沒甚麼錯 那當然裡面是涉及了 譬如說你 拿了Logo回來的版錢 你又做了代言 你的形象 是不是 即是Good view 是怎樣呢 而你又用你這個形象去開 另外一間人 是不是對這裏本身有影響呢 那你結果終審都輸了 但是那些是拘旺義 是吧 那他較早前呢 其實在 應該是 19年18年 早幾年 我覺得早幾年已經傳過 他有病的 但是真的沒有甚麼報導 那原來呢 他就是 在日本上靜養 那今天就傳出來 那如果胰狀癌呢 基本上這個是很惡的了 那他說呢 已經化療 標靶 免疫治療 幹細胞治療 都做了的 那今天他的好友 叫做梁振的社交媒體 就說他在日本呢 就4月2號 就在東京離世 那都精彩一生了 那大家最記得的就是去做過 就是引入未遷拉麵 不過他的聲譽都很麻煩的 麻煩的 非常麻煩的 在這個 也都上大台了 那不說出歲 就跟我差不多下去了 那沒辦法 人生 所以你說 有些事情 不用那麼緊張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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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會 好啊 休息一會 感谢观看